上回说到,穷小子杜芙威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,刚刚在江淮地区站稳了脚跟,就遭到了坏小子李子通的暗算。 悲催的是,杜芙威还没有从伤痛中走出来时,隋朝梦将来整就给他送来了一份胖子套餐。 经过这两次打击,杜芙威的有胜力量也全都被收割。 更要命的是,就在杜芙威还没有缓国进来时,又有一位超级贵客要光临扬州,他就是隋阳帝阳广。 此时的隋阳帝虽然已经落魄,但手下的萧果军却很猛,而杜芙威的大本营六合,恰巧就在江都的旁边,卧榻之旁岂能龙他人安顺。 为了保障皇帝的安全,于是针对杜芙威的又一轮打击开始了。 隋阳帝南下的消息对杜芙威来说,简直就是个噩梦,让他彻也难免。 一闭眼,就是密密麻麻的朝廷正规军,凶神恶煞地向他索命。 在正规军面前,杜芙威手底下的这帮乌合之众,绝对只有备走的份。 因此杜芙威带着手下的残兵圣影不得不离开六合线,准备暂时避一避风头。 隋阳帝麾下的萧果军,在当时绝对是横着走的存在,隋莫群凶有一个算一个, 还真没有人可以和萧果军证明硬刚而不吃亏的。 如果隋阳帝能够下定决心,令萧果军铲除江南地区的造反派势力, 杜芙威将会是第一个灰飞烟灭的人。 然而令人惊讶的事情出现,杜芙威非但没有被官军剿灭, 反而因为隋阳帝的到来,势力急剧膨胀,成为了江淮地区名副骑士的带头大哥。 原来隋阳帝到达江都之后,朝廷大员和地方官员联手搜刮江南的财富, 以至于江南百姓哀鸿遍野,怨声载道,为求生存,老百姓只能起义造反。 对老百姓来说,造反是个技术活,自己不会敢,那就得跟着专业的人敢。 据说杜芙威的起义军比较凶悍,而且也敢和朝廷的正规军引钢, 因此在江淮老百姓的眼中,杜芙威就像是个身邪巨款,成义满满的富豪, 而在杜芙威的眼中,老百姓就像是农情浅全,想帮大款的小妹。 于是杜芙威就和老百姓们一拍即合,谁入江融欲罢不能。 杜芙威靠着隋阳帝的帮助,究竟收遍了多少农民兄弟,至今仍是个谜。 但可以肯定的是,由隋阳帝自导自演的这场悲剧, 让杜芙威和官军的势力,在短时间内发生了巨大的逆转。 隋阳帝刚来江都的时候,杜芙威就像个过街老鼠,只能绕着官军走路, 而如今的杜芙威腰板直了,胆也肥了,他竟然敢直接来到江都城外, 向官军耀武扬威。 虽说老百姓都是乌合之重,战斗力也不行, 但是数十万农民兄弟同时站在城外,黑压压的一片, 也是极为恐怖的存在。 别的不说,就算老百姓站着给官军看,官军的刀也得卷刃。 杜芙威用人海战术向官军诠释了一个道理, 自己就是人多势众,你咬我呀。 陈芙威的智商还是在线的,他用肉眼观察最终得出一个结论, 如果热血上头,贸然出去交锋,回来的时候,估计连毛都不会剩, 魏子晨龙特地定了个规矩,不管杜芙威怎么闹他, 官军一律挂白气面战。 杜芙威由此趁势占据了丽阳等重镇, 并在丽阳自称总管,封自己的好兄弟辅工师为掌势。 杜芙威能够在隋阳帝的眼皮子底下耀武扬威, 他总结出的经验是,自己除了人多势众外, 还全仰仗将士们疯狂卖命的结果, 尤其是那些不要命的愣头青,往往能够改变战场的走势。 为此,杜芙威亲自挑选了五千多名效用善战的将士, 将他们培养成亲兵, 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尚母军。 杜芙威给尚母军制定了严克的军规, 每逢两军交战, 必与尚母军为先锋, 战后还会检查每个尚母军身上的伤痕, 如果伤在背后, 那就表示其临阵退后, 即刻处斩。 凡是打了胜仗, 杜芙威当然也会把抢到的资财全部赏给军士, 如果将士们战死沙场, 就以死者的财产, 甚至是死者的小妾来殉葬。 殉葬这种丑陋恶习从汉朝开始, 就已经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, 而杜芙威此刻又搞起殉葬这种把戏, 只能说明他手段极其残暴。 俗话说得好, 众上之下必有点赞着。 在杜芙威的游戏规则下, 尚母军的战斗职业直接爆表, 几乎快要赶上萧果军的水平。 当时尚母军奋力死战, 所向无敌, 杜芙威号令所到之处, 将怀各地的起义军争相归附, 而郡县官员则望风归降。 杜芙威的声望和势力, 就像滚雪球一样, 势不可挡。 武德元年三月, 江都公辩, 宇文化级谋杀隋阳帝, 夺权了帝国最高控制权。 宇文化级控制江都, 在杀了一批南方官员之后, 便想着拉拢更多的盟友。 于是宇文化级就封杜芙威为立阳太守。 当杜芙威接到任命书后, 是苦笑不已, 人们都说宇文化级是个不学无术之伪, 果然如此啊。 我杜芙威不仅早已自封为立阳总管, 还是手握实权的一方霸主, 你这太守是个什么玩意? 能和我的大总管相提并论吗? 你宇文化级到底是真心诚意的封赏, 还是来羞辱我杜芙威的。 所以宇文化级的任命书, 不仅没有起到拉拢杜芙威的目的, 反而还让杜芙威很是极恨宇文化级, 更主要的是宇文化级是试杀皇帝的乱臣贼子, 不用多想, 他注定会成为天下诸侯群起而公之的目标, 跟着他混, 不是自己挖坑埋自己玩吗? 其结果就是杜芙威拒绝了宇文化级的任命, 而且拒绝得还很彻底, 没有任何谈判的空间。 拒绝宇文化级之后, 杜芙威将大部队带到了丹阳, 随后自封为大刑台, 大刑台是北魏王朝的产物, 和总管的身份相比, 大刑台还兼职着地方的行政大权, 地位明显高了不少, 但杨郡就是先前的建康, 如今的南京市, 像当年东武、东纪、南索、南齐、南梁、南梁、 南辰六个政权都再次建过都城, 虽然这几个王朝的气氧很短, 可丹阳毕竟是龙脉所在, 杜芙威把大本营转移到丹阳, 即真是目的不言而喻, 随后杜芙威还放出了一个大招, 凡是他的地盘, 老百姓都不用为他缴税, 任何官员胆敢贪污受贿, 不论贪污多少, 一律处死, 不管在任何年代, 不用向朝廷交税, 绝对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, 和孙阳帝的柯政比起来, 杜芙威的心政就像是润武戏无声的春雨, 让江南老百姓们感觉到了一阵千人心脾的清凉, 更让他们看到了国运的希望, 此时的杜芙威, 很像是上古时期的姚顺雨, 圣险的光辉照耀着江淮大帝, 对文人世子来说, 跟着杜芙威这样的民主干活, 身价自然也低不到哪里去, 据史料记载, 杜芙威的心政出来之后, 大批的文人世子赶来投本, 这也成为随莫群雄争霸时代的一道亮丽风景线, 可杜芙威的心政却有一个巨大的缺陷, 如果统治者不找老百姓争水, 那国家机器运转的经费又从哪来呢? 再者说, 官员们也都需要养家糊口, 如果国家没有经费, 拿什么给官员发工资呢? 没有工资还不能贪污, 所以说杜芙威的心政非常不科学, 其实杜芙威自己也明白, 所谓的心政就是拿来唬人的, 属于政治作秀, 毕竟身为草根创业者, 要背景没背景, 要人卖没人卖, 没有靠编故事去忽悠大家, 虽然只是一个故事, 但杜芙威的心政着实让他雄起了一把, 然而没过几天, 杜芙威便再次因为一件事登上了江淮地区的热搜, 而这件事就是, 洛阳的皇太主杨栋封杜芙威为楚王, 随着这道任命, 杜芙威从此以后, 可就是大随王朝的公务员了, 有了正式编制, 与此同时, 江南地区的另外一位大佬, 沈法兴也败在了皇太主的门下, 沈法兴是湖州武康人, 父亲沈科曾担任过南臣政权的特计, 广州刺事, 算得上是官缓之家, 随沈法兴也是朝廷的无心郡守, 随杨帝被杀之后, 沈法兴的革命意志也开始动摇, 我是江南的豪门望族, 同姓宗族就有几千家, 要钱有钱, 要地有地, 要人有人, 凭什么还给摇摇欲坠的朝廷打工呢? 随沈法兴就靠着沈氏家族的号召里, 打着为随杨帝报仇的旗号, 从老家出发前往江都, 一路上收编了六万多人马, 几乎是沈党杀神, 佛党沙佛的存在, 由于长江以北, 势力最大的是杜甫威, 沈法兴不想和他硬碰硬, 因此就将大北营定在了毗林, 统治着长江以南的十多个郡县, 武德元年八月, 沈法兴听说岳王阳洞在洛阳登基称帝, 于是就让人拿着一份厚礼和囚官的奏折前去拜会, 给自己捞了一个大司马, 路上舒适, 天门宫得容易大礼包, 那问题来了, 杜甫威的死堆特李自通, 如今在哪里呢? 当年他和杜甫威决裂之后, 就一直占据了海陵, 手底下也有两万多人, 小日子过得那是一个博弈乐乎, 隋大爷十一年, 李自通还自封为楚王, 正式升级为江淮小霸主, 杜甫威, 沈法兴, 李自通, 这三个人都想成为江南地区的总舵主, 不过想要成为大家公认的总舵主, 最重要的资本就是占据江都, 想要占据江都, 就必须得到江都留守陈棱的允许, 而此时的陈棱绝对是小白菜的存在, 要多苦又多苦, 虽杨帝被杀, 宇文化级北上, 命他镇守在江都城, 令陈棱郁闷的是, 宇文化级离开江都之前, 不仅将财富席卷一空, 就连镇守的军队也没有给他留下一丁半点, 手下无兵无将又没钱, 城外又有三国和又势力虎视眈眈, 这江都城怎么守? 陈棱表示, 我是没办法, 只能过一天算一天, 所以陈棱就准备了个舒服的姿势, 随时准备迎接三人的轮番蹂躏, 此时的江都城就犹如一块肥腻流油的猪肉, 让三条恶狗虎视眈眈, 垂涎欲滴, 那么谁会忍不住, 率先对陈棱伸出贤猪手呢?